彰化蔬果受到疫情影響而滯銷 影響到種苗的供應 彰化縣長王惠美十日上午前往蒲岩湘 關心育苗場產業狀況 今天來到我們這個西湖的博華種苗場 來看我們的育苗 它的種類非常的多 包括蝸蜜菜、包心白、蔥、丁丁 農務 因為這次疫情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營養午餐在這段期間都沒有 所以我們有很多農民跟營養午餐就沒辦法交費 導致東西自銷農民的種的意願更少 所以種苗場相對的損失也很多 在這裡也讓我們的中央政府 也要針對我們的相關種苗場 也要做好這個紓困 因為最近遇到疫情的影響 種了之後他們到市場也賣不出去 市場端的需求又減少 所以相對的連帶影響到我們的種苗供應 因為它的菜賣不出去 相對的我們種苗就賣不出去 所以我們也是能受其害 相對的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也是希望可以跟我們的消費者 農民共體時間 一起努力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也希望說中央政府可以趕快把這個疫情控制下來 讓這個疫情趕快結束 讓消費者大眾出來消費市場 然後讓生產者的蔬菜可以賣得一個好價格 也相對的刺激我們蔬菜育苗的需求量 彰化蔬果因受COVID-19疫情影響 造成出苗量下降及外籍移工短缺等問題 農民大量棄單對育苗業者更是雪上加霜 縣府除了福島減量生產外 更呼籲中央能給予紓困補助方案 減少農業產業鏈的衝擊 公益頻道林毅俊蒲言採訪報導